我們把圖案縮小之後 先示範一顆桃珠的作法 我們先把它拉到 我們所想要的花朵的一個大小 用軟刀一片一片的切下來 切得越薄是越不會變形 這時候我們先示範一顆桃珠 桃珠裡面的胚體 我們用這個花條 後面變形地方的圖 通常桃珠的大小 直徑2.5公分之內是最理想的 因為你超過直徑2.5公分去烤的時候 裡面的還沒有熟 可是外面已經熟了 那這樣子並不是很理想 這個是我要做的桃珠的胚體 好了之後 我再把剛剛切下來的這一些花片 一片一片的貼上去 貼的時候就這樣放上去 不用沾任何的膠 所以你還可以再去移動 間隔距離的位置 貼好了之後 我們再用矽工棒 把花片壓平滾平 跟我們的沛鐵整個黏在一起 讓它貼的更老 然後之後呢 我們在手上滾動 蜜合緊密之後 你沒有看到貼的很緊 這顆桃珠就算好了 那圓形的桃珠好了之後呢 在烤之前我們要先穿洞 所以用這支穿孔針來穿洞 穿洞的時候桃珠沒有洞 然後轉動穿孔針 當它碰到桌面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桃珠提起來 整個把它轉出來 然後在手上滾動兩三下 然後回頭再反穿一次 然後我們就用130度烤15分鐘 這一個桃珠就完成了